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故事背景设定在1886年的清末 当时满清腐败天下大乱 广州黄埔有两大恶势力横行霸道黑虎帮和北海帮 并以暴力威胁统治港口的穷人 让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民部辽生武师黄其英带着儿子黄飞虹 行走江湖设法打击恶势力救济贫苦 谁知后来黄其英的侠客作为 为奸徒所计,遭到纵火烧死 黄其英之好友法空禅师救了飞虹与其同伴赤火 把他们困于深山,进行修炼通过了武艺的测试之后 两人通过禅宗话头禅的考验才分到扬镳下山 赤火成为孤儿帮的领袖 而飞虹为了毁灭黑虎帮 卧底加入黑虎帮并立刻以过人伸手及胆识 攻入万人之中取了北海帮首领的首级 让黑虎帮从此败于广州 而这个黑虎帮除了传统的黑帮行径 贩卖鸦片,逼良为娼之外 更与不孝的洋行勾结 进行着人口贩卖 将数百名华公绑架之后 卖到美国 黑虎帮首领雷公已经有了三个义子 但欣赏飞虹的伸手胆识 而加收为义子是如己出 黄飞虹使用一连串计谋使得 雷公的三名义子自相残杀 从内部分化黑虎帮 并与赤火里应外合打算斗倒雷公 拯救黄埔 让广州人能从此过着安定生活 虽然后来赤火不幸牺牲 但飞虹背负就有信念杀死雷公 毁灭黑虎帮让飞虹成就了一个不朽传奇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